這33隻在鐵龍的虛脂 都是國際動物保護協會ADI 從秘魯及哥倫比亞的馬戲團眾 以突擊的方式救出來的動物 在先前他們承受慘不忍睹的虐待 ADI將他們運回家鄉 非洲 然而他們並無法在自然環境中生存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被迫拔掉爪子 打掉牙齒 有一隻虛脂失去了眼睛 一隻幾乎已全盲 他們從南美飛到南非的約翰尼斯堡 將過著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對這些虛脂來說 這是他們第一次腳踏草地 嗅著土壤的味道 用身體摩擦樹幹 儘管美國海洋公園已宣布 不再人工繁殖殺人精 殺人精的表演也會停止 但是動物保護團體PETA 與海洋學家海旭呼籲海洋世界 應該讓殺人精回歸海洋 感受洋流享受日光 而不是建造更大型的水潮 因為那也只是更大的牢籠 然而全世界目前只有一隻殺人精 全被移植到海上庇護所 它就是1993年危機闖天關的主角 美國總統歐巴馬5月9日正式簽署法案 將美中野牛列為國家俘虜動物 大大提高了野牛在美國經濟文化的地位 它將加入國鳥白頭鷹的行列 作為美國的官方標局之一 美國野牛曾經以數以千萬頭之枝 縱橫美國大草原 但到19世紀後期 已經面臨瀕臨絕種的困境 由黃石公園保護 但這幾年數量大幅增加 目前已經超過三千頭